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我们这个 球员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 讲这谁呢 那自然是这届世界杯里面 相信风投出的比较大的穆霞拉 怎么说呢 穆霞拉在这届世界杯之后呢 他在过人榜 以及射门次数方面 排行呢名列榜首 他呢也得到了很多德国球迷 反正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德国球迷 白人球迷的赞誉 但是呢 我说实话 我跟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因为怎么说呢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应该看 最起码应该看到就是 穆霞拉在场上其实他是踢的比较挣扎 比较郁闷的 他三场下来 他的好 他的他没有取得任何一个进球 我认为这是必须要正式的一个问题 不能仅仅仅仅仅 他这队友配合不行啊 他那个年轻啊 他这个运气不好啊 这些理由堂塞不过去 我的看法呢 是穆霞拉呢 他适合好苗子嘛 对他是 他是德国队 可以说 他说是说他是德国队的希望 这是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要清楚的意识到 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他需要得到保护 尤其是在这个大赛的时候 他必须要得到保护 就是说 你不能给他那么多的生存权 你可以让他守法 这个没问题 但是呢 你不要让他承担过于大的压力 以及过于大的任务 首先呢 我的看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穆霞拉的这个职业生涯到现在 那么我们就发现 他的这职业生涯的总体来说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之前在切尔西的时候 在切尔西那个青年队 对吧 风中水起 然后被 对吧 被拜人挖了过来 被拜人挖了过来呢 就第一年 就弗里克最后那个赛季 他呢 就已经 就打上主力 轮换了那种概念 就已经进入了轮换概念了 然后呢 这两年下来呢 他那些在拜人 我觉得已经可以说是 已经小主力了 已经逐渐开始把穆勒 挤到替补席上了 那可以看到 最为一个刚过来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完了 就说完了 还是一个彩票 三年内的时间内 对吧 突然间 跻身到这么高的一个定位上 那么你可以说 他这职业生涯 是非常顺风顺水的 而且就是 他这个家庭 也都 也都挺好 也都是 没什么大 没什么大的挫折 没什么大问题 顺风顺水 这好吗 这当然好 对吧 你年轻的 年轻的球员 对吧 你 证实最好的年华 有这么好的职业生涯 非常好 但是这就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穆侠拉 他没有遭遇过多少的挫折 那么 这个在大赛的时候 这个问题 就是在世界杯的时候 这个问题 就暴露 无疑了 就是 他呢 一进入大赛的时候 就因为 过于紧张 就过于紧张 而 导致自己状态不稳 那么状态不稳的时候 他呢 就愈发了着急 然后着急呢 就导致他的状态更加不稳 然后 这样循环下去 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就形成了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这就是 穆侠拉在 世界杯三场比赛的 所有的表 的这个 表现的翻新 他的那个状态呢 因为这个 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 然后 不稳定 已经陷入 已经让他 背上了一个重 重担 他在这个压力的重担下 他喘不过气来 那很多人就说 我之前不是说 说什么大赛经验 不重要 在现在不重要吗 然后我之前还举例 菲尔克鲁格的情况 情况 说现在的球员 不需要什么大赛压力 大赛的这个 经验 就可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拿出稳定的表现 但是问题是 菲尔克鲁格和 穆侠拉 不同的地方是 菲尔克鲁格 虽然大赛的打得少 但比赛真的没少踢 30多岁的球 菲尔克鲁格已经是 30多岁的老将了 经验 那自然是非常的丰富 那也而且 他跟随球队 挤金沉浮啊 对吧 动不动就 升级啊 降级啊 那个清理 被清理出 球队这也是有过的事情 所以说人 他的这个 内心 他的这个意志 肯定是非常的坚定 而 而像其他国家 那些球员呢 就是 他们有的 都是要背井离乡啊 然后背井离乡啊 从第五打起啊 然后也是历经磨练的 但是穆侠拉呢 就是不是说他 就是他是真的 没有遇到过这些困难 所以说也自然无法谈 谈起这个磨练 他不像是哈佛斯 哈佛斯他是去 去那个去切尔西 那人 那切尔西呢 也是经历过好几次 在大起大落呀 你们不要忘了 一开始在朗帕德 那会儿 然后图河尔的来了 好不容易过了几天 好日子 拿了个欧冠 结果马上 阿布走了 然后一切的情况又 急准之下 到现在才慢慢的 对吧 又恢复状态 他说他人家是 几经 几经大起大落的 那个的那种 人家的那种心态是有的 但是穆侠拉 目前为止 他是确实没有这种 机会受到这种磨练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 就是 不能像 就绝对不能像 世界杯那样 让 穆侠拉 再把他前场 带球啊 就是 尝尝让他带球啊 过人啊 射门啊 就 任务 把他 让他 把任务全包了 那这个是 不合理的 那这结果呢 就是让穆侠拉 他陷入了 想 想射 就是射 射门射不进 然后射 很多次 心情越来越 急躁 越来越 越射不进门 因为这种情况 我说实话 已经在这个世界杯上 就已经是 非常明显的了 比如说就是 他好几次 在盘戴之后的 那个射门 已经就是 非常离谱 就是说 我不是说 就是不要说是 这怎么说 就是被对方 扑出来了 他甚至正要在 门框范围内 这对于 这相比于 他之前在联赛的表现 来看 可以说 大失水 水拙 但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做出改 改变 比如说在 如果说 在新的国家队里面 穆瑕拉呢 我觉得他是可以 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球员 但你不能让他 承担绝对任务 绝对压力 绝对任务 你需要让 其他的一些球员 来给他分担压力 对吧 比如说 你让菲尔克鲁格呀 哈布斯啊 你让他们 给他分担一些压力 你可以 我的想法是 可以尝试 菲尔克鲁格 哈布斯 穆瑕拉 三个人同时 同时在场上 同时进行配合 啊 所以说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总之呢 我希望这德国队呢 嗯 在之后的情况下 能够总结出 一较自己的道路来 但是 说实话 我已经希望德国队 从2018年 希望到现在了 五年了 实在是 不知道 但是 毕竟德国队 就是德国队 我 他终究会找出 一较自己的道路的 还有呢 就是 二十五号的时候 明天呢 就是德国队 要进行练兵的 那场鱿鱼赛 这场鱿鱼赛呢 我会先看 然后 看完之后呢 如果有什么 要说的呢 要增许再多一期 因为虽然这个鱿鱼赛 主要就是 主要我们懂的都懂 就是看了一些 德国队的那些 小小腰替补什么的 主力 很多人都没来 而且说实话 也确实 没必要来 给那些小的球员 一些机会吧 然后 然后 与此同时 现在呢 我还得到了一条 新的消息 那就是 纳格尔斯曼 已经 离任 图赫尔 刚刚官宣 成为白人新任 主要链 这个呢 有机会 我接下来再说吧 总之 这个呢 嗯 我其实是相信 图赫尔能够 复制他的 其尔西的 的辉煌吧 好了 各位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